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Austin 我是Moi Cafe的老板 最近快要中秋节了 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月圆人圆市市园 我今天选择了一套黄色和紫色搭配的汉服女装 当然不是为了剥别人的眼球 因为我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汉服特别好看 尤其是女装的设计特别的有 特别精致的漂亮 我以前其实从很小的时候就很特别的想穿 但是比较在乎别人的眼光 所以一直都没有勇敢的迈出这一步 但是我在柏林生活这么多年 我看到非常多的人在勇敢做自己 所以我现在也勇敢地迈出这一步 我希望在中秋节这一天 能够给来我们店里的各个国家的客人 展示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服饰的文化 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勇敢地做自己 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 为什么会想开这么一家店呢 这个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 就是有一家小店把它装饰成我自己喜欢的样子 在我们店里也会经常展示各种精美的手工产品 可能都是来自我们国家的朋友 我自己也是一个手工爱好者 平常喜欢做各种各样的手工 我们来来展示一下我做的一把旁大的旁拐 我们来展示一下我做的一把旁大的旁拐 我们来展示一下我做的一把旁大的旁拐 很多的客人能够看到 那比如说这把扇子它就是一个单面的刺绣工 我们在这边还放了一个汉服的宣传册 上面记录了秦汉到现代的我们国家的汉服样式 这边的客人拿走了以后 他们就对我们的服装有一个更好的了解 我觉得我们国内有特别多很好的食材和配方 我希望能够把它带出国门 可以全世界的人们都尝一下 我觉得他们刚开始会有一些害怕 但是尝试之后都特别喜欢 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客人 比如他会进来就问我一个话说题 或者有客人需要我介绍一下什么是指数 我就会跟他说是紫色的地瓜 然后他们就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地瓜可以做甜品 还有比如说热松 我们也会向客人介绍热松的制作流程 然后客人就听得津津的有问题 然后他走了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传统节日来做点心 比如说青年节我们会做巨团 年宵节和新年我们会做新年复带 还有比如说有朋友结婚了 我们会做结婚喜笔 中秋节那当然少不了月饼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家的月饼 每一个都是我们亲手做的 关于样式呢我们都选择了非常传统的中国文样 比如说莲花葫芦 还有荷叶 还有桂花 然后比如说这个就是白桃葫芦味的 还有芋泥莲蓉味 黑芝麻豆乳味 其实还有各种其他的特别有意思的味道 等着大家来发现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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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